参加观音大碑加持法会祭时 我身轻如燕最清风 南摩大碑观世音 大发慈悲心 恭行海洋声 驾慈航度迷惊 感化有缘人 小时候 每到农历九月十九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小姨就会带我去寺庙 就这样边走边唱 她经常给我讲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闻声就苦 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如愿 我时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并常念圣号 也一心发愿 希望早日见到观世音菩萨 2021年 农历九月十九 我有幸参加了观音大悲 加持法会 当天 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 早上六点 就赶到了会场 希望在布置坛场的过程中 多向师兄师姐们学习 法师们 耐心地交易工 如何布置坛场 摆放供品 如何引领参会人员进场等等 坛场的中央最上方 摆放了南摩枪佛 返老回春的对比照片 接下来 供奉着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同像 九点 参会人员排队进场 我合掌恭敬地 井跟义工 来到一处坐了下来 一位出家师 引领我们唱诵六字大名咒 我跟随着唱诵 不一会儿 就不由自主 热泪盈眶 同时感到内心无比柔软 十点 会场主持人宣布主法师 治状法师入场 法师宣讲了 其请南摩观世音菩萨 降临坛场后的注意事项 和法会要求 法师再三强调 要参会人员闭上眼睛 我谨遵教导 几分钟后 主法师宣布南摩观世音菩萨 已经降临坛场 我当时两只手 伸直平放在身前 告诉自己 要尽量放松 不一会儿 我听到有人大哭 我努力集中注意力 其请南摩观世音菩萨 加持我和两个孩子 祈愿我们福会增长 早证菩提 突然 我赶到右腿一侧 好像有虫子 从下往上爬 速度很快 来来回回的 有两三遍 我忍不住尖叫了起来 之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随后 我的肚子 好像被人打了一拳 脖子也麻麻的 后脑勺 还感到被按摩了 我一动不动 期待着更猛烈的反应 忽然 耳边响起了温柔 又悦耳的声音 可我没听清楚具体的内容 会场有微微凉气袭来 我整个人身轻如燕 好像在微风中漂浮 那种舒适度 不是言语能形容的 这时候 我听到身后的阿姨 垂打着身体 会场上 还传来了大笑声 哭喊声 歌唱声 和几掌声 每个人的境界都不同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法会圆满 结束了 下午 我浑身轻松回到了家 举手取衣服时 我发现自己 多年的右肩肌肉 老损症状消失了 浑身很舒服 这与我在法会上的 感觉相同 但是我知道 身体出现病痛 是四大不条引起的 依然要看病治疗 而我们时刻面临着 无常的侵袭 这才是生死大患 人人都希望得到加持 希望身体健康 福报增长 事业顺利 家庭和睦等等 但是加持从何而来呢 从我们与佛菩萨 三叶相应而来 从我们的修行中来 从我们学到的正法中来 于是我勉励自己 脚踏实地 努力修行 撰稿原制 编辑东山